是乃凡与所同能 凡夫与人都能办得到 前面跟诸位提到 地贤法师的徒弟过路匠 那是凡夫与人 没念过书不认识 凭苦交间 根地贤法师 是从小在一个农村长大的 地贤法师出家了 出名了 大法师了 他找到他这个老朋友 要跟他出家 心底非常恳切 地贤法师成就他了 你看就是一教他就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因为他什么都不会 在寺庙里头 没有人瞧得起他 就不能住寺庙 在乡下找一个破庙 没有人住的 叫他一个人住在里头 就念一句佛号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会 告诉他 念累了 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 借着念 他真听话 三年没有间断 往生的时候 欲知是知 站着走的 有本事 乡下的佛教徒看到 到观众寺去报信 你那个徒弟的时候 往生站在那里 地贤法师 到他那个小庙里面 就看他 三天了 往返三天 死人占了三天 地贤法师给他办后死 佩服 你没有不要出家 这些名山宝叉 这些方丈大和尚 不如你 通宗通教 奖金的这些大法师 也比不上你 这个话说的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了 哪一个大和尚的时候 往生的时候 走的时候能站三天呢 一句符号 那是凡于所同能 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 你肯干 你也能 幕队筹 肯定能